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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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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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开始准备资料 开始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做 因为这个巷子在那面积太大了 而且根据以前我们的认知 知道这里的墓葬数量将会特别的多 正如少经所料 大骨子墓葬群 共钻探出了398座墓葬 数量之多非常罕见 金河是渭河的第一大支流 大骨子墓葬群就位于金河南岸台湾 数千年来 金河与渭河交汇处清酌分明的现象 一直是让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金位分明的成语就出自这里 金河旁的咸阳园 是中国古代帝王理想的灵情所在 西汉十一座皇帝陵墓 有九座建在这里 大骨子墓葬群 398座墓葬 至少398位墓主人 能和汉高祖刘邦 汉景帝刘起 汉武帝刘彻 这些西汉的皇帝们 在地下做邻居 也许他们身份并不普通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20年8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 开始对这片墓葬群 进行考古发掘 然而398座墓葬的发掘工期 仅有一年 这对考古现场负责人 朱英培是一个挑战 像大骨子墓这样的 面积这么大 然后墓群这么多的 其实是第一次 当时肯定会非常期待 因为这个墓群 一个是它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因为它位于这个咸阳园上 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非常多 所以像这么多墓群的话 肯定会有一些惊喜留给我们 当然另一方面的话 压力也挺大的 接到任务后 朱英培和考古队员们 立即赶往现场 制定发掘计划 他们将面积 近27万平方米的墓藏群 分为南北两个大区 八个小区 分区域进行发掘 我们首先发掘了 这个建设方 最先要建设的这个区域 因为要配合 他们的这个建设进度 另一方面是因为 南区当时在勘探图上 明显地勘探出来了 几座围钩 所以我们当时是想 把这些围钩弄清楚 这条宽约50厘米 深约100厘米的壕钩 就是围钩 一般以家族 或者代际为原则 去设置 还为墓藏群 围钩既有护灵的作用 也有排水的功能 古人也常以围钩为戒 来区别死者和现世 以示生死有别 能设有围钩 说明大骨子墓藏群 并不简单 探明围钩之后 考古队员将发掘重心 集中在了墓藏上 发掘也加快了进度 然而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 发现了道洞 这些道洞多为圆形 直径有五六十厘米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骨子的 很多的墓藏 有的道洞呢 可能就是近几年的 甚至我们有直接的证据 道洞里面有 近十年来的一些 方便面袋子呀 光泉水瓶子 香烟盒子 所以这样的行为 对这个墓地造成了非常非常 严重的破坏 墓藏已被严重盗矩 这让考古人员极其心痛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一直让人悲观 清理工作持续一月后 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 这片墓藏群的数量 远不止398座 因为在揭开表层泥土后 又出现了新的墓藏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呢 其实是大骨子墓地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目前已经发掘的墓藏呢 有五百多座 五百多座墓藏 让考古人员压力倍增 根据现场发掘情况 考古人员发现 这五百多座墓藏 大小不一 等级森严 大型墓藏开口面积 约有一百平方米 中型墓藏开口五六十平方米 而小型墓藏仅有四五平方米 墓藏呢 总体来说有两种形质 一种呢 是这种树穴木道土洞墓 另外一种呢 是这个树穴木道土坑墓 京阳大补的汉墓群 建于西汉早期 此时 这个国家刚刚结束战乱 社会经济凋敝 人口衰减 那么 埋葬在这里的 会是些什么人呢 考古人员 对其中一些墓藏 及出土器物研究后发现 这一片汉墓群的墓主人身份 差别非常悬殊 有的墓藏只有两米深 甚至没有藏区 有的墓藏的深度 却超过了13米 开口面积约有一百平方米 虽然大墓大多被盗严重 但有座大墓中出土的一枚印章 清晰表明 墓主人名叫旭修 身份等级非常高 旭修应该是一个级别 比较高的一个人物 也许呢 正如有些学者研究的 有人提出呢 这应该是官职在 2000代以上的官员 换句通俗的话来讲呢 隔现在 可能就是省部级官员 有2000代以上奉路的官员 也有制不起藏区的平民 这些身份悬殊的人 为何会埋葬在同一片墓地里 而且是在离黄陵不远的咸阳园上呢 为了尽快找到答案 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进度 然而 八个月过去了 直到2021年4月 大捕子汉木群 400多座物葬发掘完毕 考古人员都没有找到 想要的答案 我们现在发掘的这四五百座木 据最新的统计呢 这里面可能只有20%左右 是没有被盗扰的木葬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但倒觉得如此严重 依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坏心情持续了八个月 剩下一百多座木葬的考古发掘 情况会不会好转 2021年4月 京阳大捕子汉木群的考古工作 仍在继续 此时 考古人员已将希望 寄托在剩下的一百多座墓葬中 按照顺序 北二区一座编号为M68的墓葬 即将发掘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M68号墓 在当时它的一个发掘情况 就是通过前期初步勘探 它是一个数学土洞是墓 墓道在南墓是在北 然后深度是达到九米 通常墓道越深 说明墓主人等级越高 九米深的墓道 表明M68号墓主人身份不一般 那么 这座墓葬有没有被盗 考古人员关注着填土的变化 清理也变得小心翼翼 半天过去 稻洞并没有出现 它没发现稻洞 在现在就是说这片墓地 因为被盗的墓比较多 在这样一个没被盗 而且深度达到九米的一个 可能中等片上的一个墓葬的时候 它底下的埋葬器物 以及埋葬情况 我们当时是很期待的 满怀期待 考古人员立即着手清理墓道 快速转移填土 突然 考古人员感觉到异样 墓道的墙壁上 似乎有空洞 现在就是两边它对应的这种空洞 它空洞里边就 类似镶嵌有残留木屑的一种痕迹 就是我们推荐它 当时这个墓室 它是有一个封门的一个状态的 然后它这个在底下 又发现这样一溜过去的 也是架达着木屑的一种封门槽 封门槽是用来安放木门的凹槽 从槽内残留的木屑痕迹来看 M68号墓可能使用的是墓制墓门 考古人员不禁好奇 墓门之后会有什么 发掘重点转向墓室 土层不断向下 当清理到距离地表约7米时 田土发生了变化 取完它上半部的生土 然后底下发现它墓室存在的 一个活土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已经发掘到了墓室顶 再往下就是墓室 考古人员放慢了清理速度 很快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田土中出现了白色的印痕 基本上是发掘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在平面上就能看到这个果印子 这个果的话 根据它的这个痕迹来看 它其实是木质的 你其实看这个一棱一棱 它是木头朽掉的痕迹 有些地方你还能看到的 这种白灰其实就是朽木的这个痕迹 棺为盛放死者的贴身葬具 果为套在棺外的外观 通常果中会放置随葬品 古人会根据死者的身份地位 选择不同材质的果 那么M68号目的果中会有随葬品吗 继续清理 很快又一些白色印痕表明 棺出现了 目前的话我们能看到一些残存的痕迹 棺的头是在这个位置 棺的尾则是在往北的那一片 它的总藏是2米7 宽的话是这头宽那头窄 我们根据朽魂来看的其实也是木棺 尤其在这个地方你还能看到一些木质的手痕 清理至此 棺果都已出现 考古人员可以确定 M68号不仅墓葬完整 而且墓主人有一定的身份级别 八个多月时间 从最初的期待到担忧到惋惜 再到如今的欣喜 发掘过程跌宕起伏 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很快 考古人员的首产突然触碰到一个坚密的气味 扫掉表层泥土 斑驳的绿锈露了出来 显然这是同氧化的结果 我们清掉墓室这一块的时候 就发现墓室的M68第一件起舞 一个圆形的一个口 发现它是一个青铜器 这件圆形口颜的青铜器会是什么 竹签一点点清理着周边泥土 没多久 这件气舞的轮廓就显露出来 然后就清出来这个墓室的第一件青铜壶 这件青铜壶体型较大 高约40厘米 通体素面保存完整 细紧 骨腹 两边有对称的铺手提环 M68号墓发现的第一件器物 就是青铜壶 这些青铜壶呢 现在看来就两个左右 第一个是石油 第二个是理质 它两个都是兼具的 它被埋在这个墓葬中的那一刻起 它就变成理器了 就是代表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了 理器表明 这位墓主人有着一定的等级与身份 出于安全考虑 考古人员没有让这件青铜器 在外过夜 把这个青铜器 对它的原位进行一个拍照记录 然后把青铜器就先 暂时地拿回 对里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 M68号墓的墓主人 是什么身份 这座未被盗掘的墓葬中 还会有什么器物 考古人员充满期待 第二天 卯足干劲的考古队员 早早就开始了工作 很快 又一件青铜壶出现了 与第一件青铜壶从外形到大小 几乎完全相同 在埋进墓葬成为礼器之前 青铜壶具有实用功能 古人常常用它盛酒或者盛水 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结果 但是以前 别的考古工地 别的遗址 别的墓葬出土的这些壶 有一些检测 一般情况下就是酒 2018年 陕西省西贤新区空港新城 盐村的一座秦人墓葬中 就曾出土过一件装有液体的青铜壶 考古人员推测 湖中残存的液体是酒 2018年 洛阳市西宫区沙场西路的 一座西汉大墓 出土的青铜壶中也装有液体 经检测 这些液体却是西汉时期的生鲜药 凡食水 作为容器的青铜壶 无论装酒或者生鲜药 在2000多年后被发现 都不是寻常的事情 考古人员仔细观察 M68号木出土的两件青铜壶中 虽然没有液体 但却发现了淤土残留 那么这两件青铜壶 曾经用来盛放什么呢 因为出土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一些别的有机质的残留 比如说这个种子的一些粉末呀 一些残屑呀 我们都去送去检测 是种子还是其他什么物质 答案要等待检测的结果 两件青铜壶的出现 说明M68号木的木主人非同一般 那么接下来还会发现什么 考古队员充满期待 竹签挑开泥土 使用刷子细细寻找 不久 熟悉的绿袖再次出现 又是一件青铜器 但是残损严重 考古队员只能将这件青铜器整体提取 成为眼前的样子 由于破碎严重 这件青铜器暂时被塑料薄膜层层包裹 等待后续清理 然而考古队员仍能透过一些细节 分辨出这是一件青铜顶 你看这是我们在牧室的棺果之间 发现的一个青铜顶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在清理出来这样一个角 当角它露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它是顶足 那这个位置可能就会有一个青铜顶 其实当时心情还是挺兴奋的 因为顶它一般是有等级的人才会使用 因为它是一个统理器 最初古人的顶相当于现在的锅 用来炖煮食物 后来传说大宇铸造了九只大顶 象征九州 因此顶也从实用器变成了传国重器 获释权力的象征 到目前为止 M68号墓室出土了三件青铜器 两件青铜壶 一件青铜顶 像一顶二壶这样的组合呢 代表着墓主人有一定的地位 那么有一定地位的M68号墓主人是谁 墓中还会有什么发现 考古人员拿捏着手铲的力度继续清理 填土中突然露出了灰白色 踢掉周边泥土 轮廓渐渐清晰 考古人员仔细观察 却是一张人脸 这一张人脸面部圆润 五官模糊 唯有红唇很醒目 考古人员继续清理 很快彩色再次出现 它这个泳的衣精部分 它是带红彩的 当然它整体到身上的话 它是带那种白彩 考古人员推测 这可能是一个彩色陶泳 仔细清理完周边泥土后 陶泳完整地露了出来 它是头朝西的 然后是面朝南的一个 侧早的一个姿态 然后在它刚开始的 原位的时候 当时它应该是直立起来的 这件陶泳身穿三层白色深衣 领边红彩清晰 双手浓于袖中 指腹部 恭敬站立 头发全部晚于脑后 头顶梳瓶 不见发际 他应该是名男性 男性 恭敬姿态 身上着彩 他是谁 牧主人为什么要将这件陶泳 埋在这里 他身份应该就是这个牧主人身前的一个扑从 考古人员继续清理 很快 在南泳东侧约三厘米的地方 又一个陶泳出现了 我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 牵出来了一个泳 它是一个站立倾斜的一个状态 然后那个泳的面部呢 就是朝观 这个泳的色彩保存的不是那么好 基本上能模糊地看到 它穿的也是这种 汉代常见的这个身衣 这件陶泳同样面部模糊不清 并且一只眼睛破损 同样穿着彩色深衣 与南泳一样 恭敬站立 但不同的是 他头发紧竖 发际垂于背部 发际外还露出了一缕发丝 总的这个头部呢 发现他这个背部的头发呢 是带有发肌的 所以推测他其实是一个女泳 一件男泳 一件女泳 M68号木 还会有更多的人泳吗 考古人员加快了 对物事的清理 手铲 竹签 刷子 期待得以实现 不断有彩绘女友被发现 在M68号木中 一共出土了六件彩绘女友 六件女友发式相同 服式相同 动作一致 其中三件偏高 三件稍矮 虽然都面部模糊不清 但能看出他们的相貌与神态 并不相同 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朱英培 朱英培仔细查阅资料 希望从陶永的服饰 发饰 找到线索 西汉的服饰特征 尤其早期的话 它是这种 我们一般叫它深衣 就是它这个 上衣跟下衣是连到一起的 然后底下有这样的裙子 像永的话 我们能明显见到 它是穿了好几层 所以穿的叫三重衣 三重连体身衣 下部裙摆脱地 发际垂在背后 流出一缕头发 这是汉代侍女的装束 一件男友 六件女友 都是M68号墓主人的朴从 显然 这位墓主人很富有 墓室清理才近一半 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发现 考古队员不禁猜想 还会有人勇出现吗 不出所料 又一件陶涌出现了 不过姿态与之前的陶涌 大不相同 大概在这个位置 发现了又一件女友 她整个的面是朝着关 然后整体保持着 一个寄座的状态 手是半遮面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所谓寄座 就是两膝着地 小腿贴地 臀部坐在小腿 及脚跟上 这件女友 虽不再站立 但与之前的女友 穿着同样的衣服 梳着同样的发饰 虽然面部模糊 但圆润的脸部 仍能看见小小的眼睛 立着的眉毛 她双手高抬 半遮面部 但令人疑惑的是 这一件既作用 双手间留有一孔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当时可能是放着什么东西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话 那个东西可能有机物 已经被就是腐朽 现在看不到 孔中原本放着什么 疑惑还未解开 考古现场又传来好消息 又出现四件既作女友 与第一件既作女友一样 他们都用双手半遮面部 只是这四件既作用 双手间没有孔洞 他们又在做着什么 仔细观察这些女友 一个细节引起了 考古人员的注意 其中一件女友的头部 有秀记 考古人员推测 这应该是铁器生锈留下的痕迹 会是什么铁器 考古人员立即 在女友附近细细找寻 很快 他们在田竹中 发现了一枚铁片 继续找寻 破碎的铁片 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眼前 里面还混着一些铁棒 铁棒 铁片 陶永 他们之间会有联系吗 考古人员尝试着 将一些铁棒进行拼接 竟然出乎意料地 组成了一件器物 很像一个三角形的铁架 这又是什么呢 三角的一个铁的支架 然后通过这个的话 我们就联想去判断 它应该是一件铁斧 斧就是古人的锅 三角形的铁架 或许是一件支架 支架上或许曾有过一件铁斧 考古人员推测 那些铁片 或许就是铁斧的残片 但由于破损严重 短时间内 很难复原它的样子 M68号墓室外围的清理 接近尾声 到目前为止 这座墓丧 共出土了两件青铜壶 一件青铜顶 十二件陶涌 一件三角铁架 以及可能为辅的铁质碎片 墓主人为何会随葬这些器物呢 根据器物的出土位置 考古人员在现场进行模拟还原 这似乎是个整齐有序的场面 男士勇站于最前 女士勇相对而站 或者相对而坐 铁架于斧 放于最后 看到这些姿态各异 整齐有序的陶涌 陶谷领队少经有了推断 结合前面的装酒的壶 装肉的顶 我们大致可以判断 这一组陶涌 也是和给牧主人服务相关系的 加上那个铁锅 基本上就能给一个判断 这是一个给牧主人在做饭的一个场景 你可以叫他后厨 猜想继续 如果是后厨场景 那姿态不同的人勇 也可能分工不同 男力勇或许为仆从领队 负责整个后厨的统筹安排 靠近铁架铁斧的寄作鱼泳 可能正在烧锅 双手间留有方形孔的寄作鱼泳 手上或许正端着某种餐具或食物 其他与利勇各司其职 随时准备服侍牧主人吃饭 如此来看 姿态各异的陶涌 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分工不同 服从众多 牧主人请后厨就有十二个陶人 而这也仅是牧师外围的随葬品 棺内还未清理 天色将晚 回看金阳大骨子五百多座汉木 数量庞大却接连被盗 令人惋惜 然而 M68号木出现后又惊喜连连 象征身份等级的青铜湖与青铜鼎 以及彩绘桃涌组成的后厨场景 让我们看见一位两千多年前身份尊贵且富有的牧主人 她是谁 她的墓葬中还会有惊喜吗 考古发觉还在继续